希望政府能夠暫時動漲我們這個油價 這是我們近年時期的一個卑微的要求 所以政府應該苦民所苦 油店應該動漲 如果從5月10號到現在 油價連續連發漲 這是呼發漲在人民的臉上 所以我們在這邊嚴正的要求 油店 動漲 民生用品的價格必須要平穩 第三警戒疫情到現在 尤其5月中旬到現在 所有的營運的過程整個掉了八成 所以對駕駛朋友等於說 在這一段時間不但生意做不到 而且還把油價提高了那麼多 增加駕駛朋友的困境 而且去年有補助油價 每個月還有兩千塊錢的補助 今年完全沒有 希望這個政府能夠 暫時動搶我們這個油價 這個是我們這個近年時期的一個卑微的要求 在這個決定戰後這時候 兩個小時 就是後到一個客人很慘啊 只有六七百塊 差不多十個鐘頭了 疫苗的部分 疫苗的部分 你們第一批發出來的疫苗打一打 後面沒有在名單的 都沒有下文 然後這些司機大哥 在外面每天要接觸的那麼多客人 那這樣子會不會投入防疫破口 我們那個防疫物資的補助 政府既然有這個美意 那為什麼不趕快找一點補助 還有政府說那個 紓困幫案的那個十萬塊 十萬塊 駕駛朋友幾乎有九成以上 根本就無法申請 也申請不到 經濟學人他評價這個五十國 跟你到底可不可以回到 疫情的正常生活距離有多遠 他做出了觀察 也做出了評比 那結果台灣得到的名次是倒數第二名 我們要回到正常生活還很遙遠 所以國民黨再次呼籲 蔡政府你應該要苦民所苦 這麼多基層的民眾 大家每天為了生活 掙扎這麼的辛苦 那你應該要看見 而最基本的油電動漲 是你政府做得到的事情 也是你應該要為人民做到的事情 所以國民黨具體嚴正的要求 政府應該要立刻實施油電動漲